因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变动,7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险逐上涨,这也影响了国内燃油及燃气价格。据了解,我国燃气消费量75%至78%都是进口。 北达米纳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再次调高了国内非晶天燃气或液化石油器的价格,这也是北达米纳今年内第二次上调价格。 据雅加达西部一家非晶天燃气代理商表示,液化石油器5.5公斤装燃气罐的价格从之前的88,000吨上涨至目前的10万吨一罐, 而12公斤装燃气罐则从之前的18万7,000吨上涨至目前的21万3,000吨一罐,涨幅平均约10%左右。 3公斤装灌的价格维持现状。 该代理商销售经理苏吉尔曼表示,他们是根据北达米纳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灌装燃气,虽然价格上涨,但对部分大型商家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。 全民众对价格的提升有所谓。 不满 但因是必需品也不得不买 但对中小微型企业会有转世 使用补贴的可能 美德新闻记者张曼曼 Augustin Lawrence采访报道